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多么希望这是你在和我开的玩笑 就像以前你总是和我多猫猫那样 我总以为你躲在哪里 下一秒你又跳到我面前 瞧我说连这都找不到 半年都已经过去了 亲爱的 你快出来 好不好 掌声请出这位告白者 你好 你好 哇 手真凉啊 你的心跟你的手是一样凉吗 凉到零下一度吗 是 有那么悲伤吗 好像跟世界末日来了一样 来 先简短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蔡耀健 我来自广东 我今年二三岁 我现在在北京教小孩跳舞 你跟VCR当中的那个他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大学同学 同时也是搭档 毕业了以后 然后他家里给他安排了工作 然后回家了 你们在做舞伴期间 没有相爱吗 有是有 我知道他也是喜欢我的 我们说灵魂舞者 在接近的很近距离的时候 分明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心跳 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那种触动吗 我能感受到 那你既然明确地感知到他是喜欢你 对你有好感 为什么不明白的表白 就是因为那种好哥们的关系 然后我怕说出来了以后 大家会尴尬 就连拍档都做不成 对 就算大学我们谈上了 毕业了以后我们辞导可能也是会分开的 所以你们也就根本就压根没谈过这事 没有明确关系 对 那是我的 既然你没有向他表白 为什么今天又到这儿来 我以为他走了以后我可以放下 无所谓 我本身就是一个热爱舞蹈的人 我离开他之后我就不会跳舞了 那如果你真的爱舞蹈的话 那今天可以邀请你一起跳一支吗 好啊 女嘉宾不好意思 真的很抱歉 我除了他以外 我真的不想跟任何人跳舞了 谢谢 那所以我们还是不知道 你到底是爱舞蹈还是爱他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 你应该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就是不会为他放弃你的梦想 放弃你的事业 起初我是因为舞蹈 我们俩走到了一块 我是因为舞蹈而喜欢他 但是我现在是因为他而喜欢舞蹈 所以说为了他我可以放弃舞蹈 男孩简单两个字可以形容他的状态 失控 他已经完全失控 他分不清楚梦想和爱人的性质 难道没有爱人了连事业都不要了吗 为了他你都放弃自己的事业了 那你觉得用什么可以保护到他呢 喜欢一个人可以就是不用给他负任何责任 也可以不用跟他说 但是爱一个人的话 你要必须对他负权责 不会尽我的权利去保护他 爱护他 然后解决他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北京你要面临很多很现实的问题 你们俩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个我也想过 这也是我最初没有跟他告白的原因 如果说我今天告白成功的话 我在培训当的时候多结几份活 如果他坚持要回家乡 你愿意为他远走他乡吗 愿意 真的愿意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